這早晚 天氣冬 高雄中山大學剛出席 學生是歡迎說 這個宿舍沒有受水 批評 說有錢起新的宿舍 沒有心意肚子 讓他們有受水肚子肚子生育 對這大事中山大學是來承認 這是受水感恐嚴 無法到這時來發現 已經要來做中處 天氣冬 醫生有哪天市民眾 腳也要穿比較稍微 腳不會腳中風 打開熱水想要洗身口 說我肯水是冰的 沒沾到以前的人 只好會洗 整身口皮皮剃 問救病的動物這麼快 不是只有一個人等到 是中山大學學生宿舍 過六天都沒有洗水 糖果洗 水很冰嘛 然後就洗澡的時候 當下就只想說 就是趕快洗一洗 然後就趕快離開了 對 在汗流來那幾天 就比較嚴重這樣子 學生客宿舍的 洗水系統 用溫度病來機控十八和這天 有縮小的洗水溫度 只有二十九點四度 還有既然有也在三十三度 到三十八度左右 對處中山大學學院 洗水的感控領館 沒有隨時來發現到 洗水溫度比三十九度 更加 比較適合 會出發也會 趕快來排毒中時的改進 在天氣冬 也是腳中風情 到發生的時期 還有醫力情節有 一名七十歲的婦女 因為腳麻 還有腳手平臨來看醫生 醫生說腳中風除了什麼 還要留意在天氣 向變冬的時候 也很會發生 平常一個月 大概有兩九三 但當地比較冬的時候 就可能冰杯 台七民眾 就要注意腳的保暖 因為腳是人的第二心中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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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憑 天堂 將來看見 報告 谢谢大家